新北市板桥福州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加 也形成县民大道与板城路口经常大塞车的情况 为了解决交通瓶颈 新北市政府透过福州桥下道路优化工程 希望解决交通困境 而同时也为明年即将完工的台65线杂道工程预做准备 最近开车经过福州桥下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交通状况变得不太一样 主要是把目前从福州桥下桥往板城路 需要S型回转的动线结弯取直 在完工之后大幅改善了福州桥往南载沟 县民大道方向的行车安全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工种的杂道还没完成之前 我们就能够去优化这整个区域的交通路往 那进而在整个台65的工程杂道完成之后 那更能够让板城路左右岸的车流 能够一致性而且让它单纯化 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就能够提升 它整个区域旅行时间的一个缩短 新工处科长张哲明说 工程还有另外一项优点 就是道路衔接公路总局 明年即将完工的台65线上下扎道工程 也就是说未来树林以及西昆地区的民众 不用再绕远路 直接利用台65往来国道更加方便 县民大道跟板城路交叉口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等于是一个梯子路口 它这个主要要衔接这个往北是我们的这个台65 那往南衔接这个国道 所以说这个交通非常非常的繁忙 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优化的调整之后 然后搭配工种的整个这个杂道的兴建 可以让北上的部分 我们把车流把它导到我们这个板桥的另外一个杂道 因为福州合宜住宅 进驻人口还有交通的流量大幅增加 为了改善交通问题 除了台65线福州上下扎道 现在以优化福州桥下的动线方式 来期待改善板桥树林土城临近区域的整体交通